外交部,今天要挨骂了,我们还有几个邦交国啊 人家大使来访问,外交部被爆料说竟然不肯派车哦 让人家大使搭计程车去官军礼 这个画面要是穿到国际间了,台湾真的要被笑掉大牙了 外交部官员是不是要去学一下国际礼仪啊 有帮瓜里马拉总统放台,把总统举行军礼欢迎 邀请驻台使节官吏,不过图瓦鲁大使逃坡 因为没有坐车,竟然得坐计程车接送 在一场串黑头车当中出现小黄,看起来相当突兀 夸张的是,9点18号晚上总统府参加国宴 图瓦鲁大使还因为施打小黄 所以只能在总统府侧门下车,再步行入府 外交部被IP摆烂,施国格 据我的了解,礼宾单位也没有收到 他有提到需要协助的讯息 那事实上我们以后也会注意 由于图瓦鲁经济不富裕,今年3月才在台成立使馆 这台大使没坐车,认为台湾汽车太贵 就算如此,时间参加军力 外交部却是一颗忙,派不出车辆 让图瓦鲁大使只能打小黄 这场军力台北高温达到30多度 马总统和瓜地马拉总统裴瑞兹一起出席 不过烈日当头,总统突然拿出墨镜 动作之大,不只让裴瑞兹看了一眼 总统还被捕捉,墨镜拿反了 好在有及时发现紧急板镇才没出球 马总统上任以来已经不是第一次主持军令 不过这回还真的是花边比正式更强劲 这期训练过去,我是米黄媛媛台北参谋报道